写文章是吧,有一点爱好吧 为什么会,就是有没有什么原因啊,为什么会喜欢写文章啊 因为平时在工作我觉得上班都是会比较枯燥的 然后下班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或者很多的心情想写吧 就会随便的拿一些,拿一些笔,随便的写些文字 刘燕出来多久了?打工多久了? 哇,我出来来深圳队有七年的 七年的? 你做什么工作? 都是做制衣的 是做制衣的,就比如说我们这些衣服都是你做的 可能吧 可能是你做的,是吧? 然后我觉得刘燕特别喜欢写文章 然后在去年的我们有一个这些年秦起中国的时候 刘燕写了一篇文章 当时在念的时候 我觉得台下是有很多人的共鸣 就当时我们跟苏妍看完之后 然后就流眼泪的这种感觉 就是她可以写到这个工人的心里面 就是那边特别 她不是说我的那个文字有多优美 她可以写的文字就是 可以就是工人群起的一些反应工人的声音 然后我觉得刘燕现在有没有什么的想法 或者是真的有什么打算? 就是努力工作,努力赚钱,努力生活了 努力生活了,然后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工作也都顺利,生活也都开心吧 然后希望大家怎么说可以跟大家更好的交流吧 我们期望你可以有更多的文章,然后投稿好吧 好吧 好吧 好,我妈尤其,我觉得许老师太远了